大家好 那么都知道姚明 姚明是著名的篮球运动员 小巨人 那么他在擂台上是什么表现 今天给大家来一起 WWE世界最高能马赛2K18 单挑姚明对大秀哥 首先出场就是大秀哥 大秀哥呢是如果一直看摔角的朋友们都知道 不用太多介绍 大秀哥也是常年在这个摔角界 写写摔角联盟里混打 2米1的巨人 非常猛 非常快速非常大 奥尼尔还有重 这巨人型选手 2米1 今天他要面对的 就是另外的 一个来自中国的小巨人 姚明 NBA篮球运动员 姚明 今天上来看一看 两个人到底会是什么样情况 好 现在姚明出场 姚明身着中国国家队队服 做的还是挺像的 小巨人 中锋 中国第一中锋 身高 两米二六 姚明还有胡子啦 应该是按照退休之后 这个姚明来做的 好 两个巨人之间的对话 马上就要开始 大秀哥 反正这个叙事待发 打 走你好 上来 走走 我决铁头宫 华哥 姚明这么大块头 也能给着 拒绝 而且姚明开始反击 大秀哥 2米1的身高 在姚明面前 看着也 不是那么大了 不是那么高 小巨人 不愿小巨人 我 我 我 姚明 姚明觉得把大秀哥这样给举起来 好 大秀哥反击 欸 姚明这个确实练过功夫啊 呵呵 大秀哥看着那么渺小 那么渺小 7ft tall and weighs more than 400 pounds this giant is one of the most dolls in sports entertainment has ever seen 看看找机会 back in the ring again and the elbow connects 有个力量肯定是没得说 诶我刚说完 抓住大手针的这位挡住他那一拳 现在两人到了台下 台下打起来 上台有点是有规则比赛的 在台下如果待这个10秒钟还没有上台 他就算一分输了 你cross paths with the big show it could very well mean the end of your career 我干 再踹我 我揍我揍我打 再打 很快就想降服大秀 很像这种跨界的比赛啊 在现实中WWE也是经常发生的 像奥尼尔曾经就来WWE打过了啊 有什么金刚狼啊 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啊 都试上过 为他 今天姚明 证明一下自己 证明自己 有身高 不仅能打篮球 还可以打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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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深压了 好 我去你的 才能快 哎呀不行 看看怎么 怎么打 诶 乖啦 被反击啦 诶 这什么情况 诶 诶 这不是我弄的啊 诶 什么都没有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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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大秀哥还藏了一个助手 我靠 这个重量太重了 致命一击了 一二 有了 大秀哥 大秀哥在 出师冷线 隐藏在台下的助手 偷袭姚明 趁机赢得了比赛 这个比赛还是挺精彩的 姚明和大秀哥能撑了这么多个回合 也算是很厉害了 好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其他的比赛再见 这个比赛 比赛 That'll do it Big Show walks away with the W That was simply a case of one guy determined to prove his dominance over another Guys it sounds like we can all agree that was an extremely impressive win